这是小张1月5号晚上在家里拍的照片 木地板倒映着房间的顶灯 这不是木地板的光泽 而是积了一层水 我们再来看看视频 小张住在杭州临平旭辉咸军亭小区 他家在二楼 现在房间里所有地板都撬开了 踢脚线也拆除了 他介绍因为要照顾父母 他在小区住的不多 1月1号来过一次之后 后面几天都没有来过 1月5号物业打来电话 他赶了过来 发现房子里都是水 1月5号当时物业反映说 就是楼下的架空层有滴水 怀疑我家可能是水管爆破 或者是有漏水的这么一个情况 开门之后发现整个房间里都是水 有两个地方冒水 一个地方是厨房 厨房的那个下水管 另一个地方是卫生间的一个排水处的一个地漏 洗手的一个台盆在往外溢 视频中 卫生间和厨房的几处下水口不断向上冒水 小张介绍 后来物业打开了一楼架空层的生活废水下水管道检修口 上面的水顺着检修口流出来后 他家就不冒水了 排屋的一个主管道 然后当他们打开这个检修阀的时候 我房间所有的水都已经排光了 但是这个下面到外面的这一段 还是有很多水在里面堆积堆在那边 因为这个主管道堵了 然后导致所有的用户的用的水全返到我家里去 因为这根主管道平时都是物业在检修在疏通 那我怀疑现在是他们并没有做到一个及时的一个疏通 来导致我家这个二楼的一个反水的这么一个情况 小张要求物业承担责任 对家里的装修损失进行赔偿 之前装修是19年装修的 装修的话 当时合同签的是12万多一点 然后后期一些真相慢慢的加了一些门什么的 一共算下来 硬装的话大概在15万左右 损失大概是 目前找装修公司重新评估了一下 相当于重新装过 大概是20几万 小张介绍 物业之前说可以通过保险理赔 但金额跟他重新装修的价格差距太大 双方一直没能协商好 找到小区物业 负责人不在 记得通过电话联系了物业经理 这样子吧 这个我们同意的我们的那个 媒体推荐人都会给您介绍一下 公共管道堵塞导致返水 你们有保险吗 保险我们是有的 之前保险报价了吗 保险报价跟业主已经沟通过来 这个我们到时候 我们的对接人都会统一给您解答的 我身边不太方便给您说太多 有不少观众向我们反映过 高层住宅二楼返水的问题 意外发生时 一旦家里没人 装修就会产生损失 这种情况下责任主体不好确定 业主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临贫区吴先生的房子也在二楼 去年年底刚装修好 今年一月初 污水下水管道淤堵 造成家里反水 客厅 厨房 务室全部都是 都是从这个下水道上来的 从那个马桶里上来的 这是三十多层的楼房 大家都下水道是一个管子 就是特别多的水 特别多的脏水 污水进来的 由于画面容易引起不适 我们全部做了处理 脏水导致地板 踢脚线 门套 无法继续使用 吴先生找到小区物业 工作人员拿出几个石块 说是疏通管道时清理出来的 物业方面怀疑石块可能是吴先生家 装修过程中产生的 逐渐导致了反水 对于这个说法 吴先生并不接受 他认为有可能是物业 没有将之前的装修垃圾疏通干净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吴先生还在尝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我们再来看看小张这边物业的处理方案 旭辉永生服务杭州公司通过电话介绍 公司购买过公众责任险 保险公司评估后表示 可以赔偿三万九千多块钱 这个也就是我们按照保险公司的 最终的赔偿的这么一个金额 然后我们当时又付了三千块钱 给他做一个就是租个房子 严实周准一下 他的要求跟现在出现量的偏差这么大 那如果社群调解一下来以后 还是不行的话 那我们最终实在 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 那我们那只能是说是 认业主 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话 向法院提起诉讼 那剩下说呢 就是从我们的角度 业主我们为业主提供服务 我们特别不愿意这样做 但是呢 那毕竟这个也不是为一件公平公正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 对方在电话中介绍 物业会定期疏通小区的公共管道 目前还不明确 这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管道淤堵 到了冬天以后 特别像生活牌物馆这一刻 它到冬天以后 这个油污比较重一点 很凝固容易凝固 平时这个管道多久疏通一次 2021年我们这边的话呢 做了两次 一次是6月份 一次是12月份 如果你说你作文了以后 它就不会堵的这种 其实这样的说法呢 也是从我们来讲的话呢 不够准确 也不能这样去讲 因为呢 这个堵的话 它是有很多一些突发情况 你很难预料的 这次有没有确定 是什么东西导致管道堵住了 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东西 从管道里面疏通出来什么东西了吗 疏通就是正常的 这个这个这个管道的 出油的杂物的垃圾啊 比如都包括什么呢 这个我还没有再仔细就了解过 那这些东西看起来 像是淤积了有多久 这个没办法 这个我还就没办法确定 二楼为什么容易返水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解决这类问题呢 业主遭受的损失 该找谁理赔 如果您在小区 有效解决了二楼返水问题 或是您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有一些心得 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 057188001818 进行分享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